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摘纸艺术,动手又动脑 你好,我是摘纸王子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们来摘一款扁蜗牛 我用的是边长15厘米的正方形双色纸 首先把两个角对折 展开,另外两个角对折 展开,翻到背面,两个边对折 展开,另外两个边对折 把它挤压到一起,形成一个正方形 旋转一下,开口朝下 下面两个边就向中间的直输线 然后把这个展开,从中间折开 把它压平,这个线与这个线对齐 这一侧也一样 然后背面,这一面也一样 上面两层纸并到一起 下面两层纸并到一起 沿刚才的遮寒往里遮 放到背面 这一面也一样 把这个角往下 往上折一下 把这个往上折 展开 把这个折向刚才的折痕 然后把这个翻上去 上下旋转一下 第一层与下面的两个角 沿这个线 把下面的部分往上折 这个角与这些角分开形成这样 像这个斜线 把它压一下 这一侧也压一下 然后这样看 把这个角 捏起来 下面的纸 与上面的纸分开 然后把它收到一起 我看一下这里 这里 斜着压出两道折痕 像这样 然后把它收到一起 收一下 先从这样 看一下效果 上面的角往下折 调整一下 展开 那折痕 放在这里面去 两个角 分开一下 这样一款纹牛就完成了 看完视频 你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旁边的是另外的两款 折痕纹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